大家好 今天我们用一个土豆加上三个鸡蛋 给大家分享一个 你从没有吃过跟没有见过的新做法 不蒸不炒也不凉拌 出锅全家老少都在吃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第一步先给土豆削皮 再将削过皮的土豆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土豆切好之后装在一个白色的盘子中 再用手给它摊开铺平 冷水上锅蒸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把它蒸熟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适量的芝麻酱 再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香油 少来一点食用盐 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 稀释开 好了大家看一下 搅拌至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再来切点葱花 葱花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 加入少许的五香粉 食用盐适量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用筷子充分把它拌匀 蒸好的土豆片倒在一个大碗中 趁热用叉子把它压成土豆泥 最后把它压至像视频中这样 比较光滑细腻的土豆泥就可以 然后再把鸡蛋给它打进来 再加入四克的酵母粉 三克白糖促进酵母发酵 用筷子充分把它搅匀 先把酵母粉给它搅至溶解 搅匀之后 分少量多次的往里面倒入300克的普通面粉 边倒边有块的搅拌 把它们搅成大絮状 搅至大絮状 再加入10克的食用油 洗干净小手 下手把的揉冲残 最后揉冲一个面光手光 盆光的面团 看一下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上面盖上一层保鲜膜 防止外皮风干 放到温暖处醒发10分钟 20分钟之后 看一下面团已经发了 满满的蜂蜂组织呀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案板上面撒入适量的干面粉 把面团取出来 再下手给它揉一下 拍拍里面的空气 面团揉好之后 再放到案板上面 用擀面杖给它擀一下 面团揉好之后 再用擀面杖 给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厚片 厚度大约是0.5厘米 就可以了 倒上我们调好的麻将 再均匀的给它弹开 铺平 最后上面再撒一层这个葱花 再从一端慢慢的给它卷起来 卷好之后 再稍微整理一下 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取出一个剂子出来 放到手心里面 然后从中间给它按一下 两边给它收口 最后再把它整理成一个圆形 这样一个生胚就制作完成了 锅中 准备一个电饼铛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提前给它预热 把我们做好的生胚 表面再给它沾上一层白芝麻 收口处给它放入油锅中 生胚放进来之后 上面给它喷入适量的食用油 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开中火烙两分钟 把底部给它烙至金黄 时间到了之后 打开盖子 哇 这个时候已经满屋飘香了 用个铲子再给它翻过来 煎另一面 大家看一下 底部的颜色 金黄又酥脆 非常的漂亮 生胚翻过来之后 继续煎另一面 把另一面也给它煎至金黄 再煎两分钟 直接倒打开盖子 哇 真的是满屋飘香啊 翻过来再看一下另一面 大家看一下 另一面的颜色 也是金黄酥脆掉渣呀 太漂亮了 我们一直给它烙制所有的小饼 用铲子按压快速回弹 像这样就说明熟了 然后给它盛出装盘 这样一份好吃又营养的 土豆麻酱烧饼 就值得完成了 单换桌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拿一个 大家看一下 特别的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